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天下新闻 带您关心地方新闻 为了欢迎来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有庆祝中国66周年建国纪念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刘建 以及一众南加州的侨胞 日前出席了一场隆重的庆祝晚宴 提前为中国庆祝生日 当晚的庆典晚宴 在欢快热闹的锣鼓声中拉开序幕 主办方便安排分别由11岁的童星 Ella Shabek 与知名华裔各唱家罗金 分别演唱美中两国国歌 现场600多位与会人士宁视舞台 场面十分庄严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刘建 也借此向广大侨胞送上节日祝福 在这里也借媒体朋友 向我们洛杉矶侨介 广大朋友 自己的中学大学快乐 也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 当然我们也祝习主席 此次访问 圆满成功 富有成果 今年的晚会还邀请了南家 月简聊新劳华侨道抢同庆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舍潮表示 侨胞联合庆祝中国国庆意义非凡 桥界的各界共同联合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成的66周年 今天的活动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美国华人联合总会联合了桥界的新桥老桥公三界学生团体学者团体 所以代表性非常的强 那我们在这里框聚一堂共同来庆祝 66周年的中国的诞成 当天晚上主办方还安排了书法表演和唱歌等节目 多位来自南家的民选官员也到场为大会颁发合状 天下卫视记者 马俊采访报道